丹麥的羽球好手安塞隆 他拿下了金牌 那个瞬间他也感动痛哭 但其实他在今年的五月份 才确诊新冠肺炎 差点就没有办法参加比赛了 但是在全运之后 他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就调整状态 在奥运一路晋级夺金 东京奥运羽球男单决赛 双龙对决 世界排名第二的丹麥前球王安塞隆 对上里约奥运金牌大陆好手陈龙 安塞隆的强势进攻 陈龙难以招架 直落二粉碎他的连霸之路 才后安塞隆激动倒闭痛哭 陈龙展现运动家精神向他致意 两人更直接在场上交换球衣 这一幕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好感动 我很多次玩陈龙 他有很多年来的充满 他来到我的棋台 他说恭喜 我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表演 我说他有一个充满 然后我问他能够改装衣服 今年27岁的安塞隆 在上届的里约奥运摘下铜牌 而那一年的金牌得主就是陈龙 五年前他是陈龙的手下败将 五年后再次一同站上颁奖台 这一回安塞隆终于拿到梦想中的金牌 拿在手上仔细端详 对他来说这面金牌真的得来不易 因为就在奥运会前两个月 他确诊了新冠肺炎 時間寶貴 他緊急自費一架醫療包機 全程躺在隔離艙 以最安全的方式 從烏克蘭返回丹麥隔離治療 幸好安賽龍症狀輕微 沒有讓新冠病毒成為前進奧運的半角石 甚至在東京奧運登場後 從小組賽到決賽 沒有輸掉任何一場球 以巔峰狀態拿下勝利實至名歸 安賽龍奪拍後錄製影片 感謝球迷支持 中文說得非常流利 原來他從少年時期 就是前中國羽球一哥林丹的粉絲 加上經常和大陸選手同臺較勁 讓他對中文產生興趣 請了家教一對一教學 由於本名常被翻譯成 維克多 阿克爾森 艾克森 他請中文老師幫他取名為安賽龍 安是丹麥姓氏的發音 賽是因為他經常參加比賽 龍則是中華民族的象徵 逆水行蹤 不盡折翠 八百標兵奔北坡 北坡炮兵並排跑 安賽龍喜愛挑戰繞口令 中文程度進步神速 逢年過節都會問候大陸粉絲 我想祝大家端午節快樂 在外的工作人別忘了吃粽子 照顧好自己 來中國打比賽的時候 有越來越多人為我加油 所以我非常開心 非常感謝所有中國的球迷們 對 所以你可以說中國是我的第二個家 安賽龍曾說學習中文和當地人溝通 也對他的羽球生涯發展有幫助 不論是比賽或是吸引贊助商 而現在他的微博多達88萬粉絲 比他的Instagram多了快兩倍 懂得中文 果然替他打開中國市場 去年10月 安賽龍和相戀9年的女友 生下一女 他為女兒取了個中文名字 安維佳 賽場下的他少了霸氣 十足奶霸模樣 結束奧運征戰 安賽龍準備起乘返鄉 和妻女分享多驚喜悅 TVBS新聞綜合報導